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又来到我们阿蒙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录的时间是2020年12月3日 首先这里有社长雷汶汪 大家好 澳洲的真BC 你好大家好才是真弟好 还有我嘉探生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点赞和分享 还没按订阅的按下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二台正香煲三台晒冷气那里点赞 分享和订阅 将这个齐抗疫 拼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扬出去 周老头拜登 基本上已经很确实 他就一定会做到美国总统 川普就一定翻不了盘 绝对翻不了盘 当然有些人当然不承认 但是周老头上来 其实对于未来 如果大家买能源业的 短期都仍有得赚的 因为一定会弹上去 但是新近就有一个展望 就是这个BP 英国石油公司出了一个报告 能源展望就说 由于有19次疫情 其实就令到所有人的消费模式开始改变 应该在未来对于石油的需求 2020年之后 未必会返回到疫情之前所发生的事 而且会不停地向下堕衰落 这个就是他这一篇文章 就是他们的报告 这样讲了出来 为什么会这样讲的原因呢 就是在19之前 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 你这个经济模式就没有改变 是应该即使说在未来 因为其实现在全世界都说2040年 欧洲国家就会实施零碳排放 就是减少碳排放到零 还有使用这个非石化器 就是非柴油 汽油汽车 主要用电能车这个市场 是2040年才到 所以他们很多人其实都估计 在这件事发生之前 应该可以一路上 上到一个最高点才慢慢作回来 可以拖到2050年、2060年都没顶 但是19疫情就改变了这件事 19疫情最劲的时候 就是今年年头4月左右的时候 是降到有2900万桶 全球的需求每天只有2900万桶 是减得太厉害了 而且是改变了 比如说汽车 那些人不再出街 在家里上网上班等等 所有的事都发生了 反而是加速了很多新行业的 一些新的经济模式出来 所以他就预计了三个 首先石油的需求 是不会回到2019年那时的 他想了有三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就是 如果人的模式没有变的话 到2040年那时 他大约是会被2019年降了20%左右 但是万一所有人都改变了 而所有人都用电动车了 因为很明显 日时的电动车占的市场是会很大的 就会一下可能会降到去 降到去10%左右 就是降到去50% 英国来说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是英国石油公司的预测 但是并不代表是其他的预测 譬如说这个OPEC 他的估计到2040年才会达到最高点 甚至是其他的石油公司 就想2035年 这样 不过他们的预测是基于这个石油的需求 是怎样的 但是其实 有一样东西就认为他们的预测太过乐观 是什么呢 首先是电动车所发生的事 因为拜登一上来 就是现在他上到来 是说明我会搞气候暖化的东西 就是不像摩总这些 他们不讲的 中国都讲气候暖化的 讲电能车等等 所以是会估计在2050年那时候 2025年 由于有这个COVID-19的影响 将来应该会在2050年 令到对于原油的需求 是减少到 2025年减少到3.4% 是乐观的 如果是差的 就会减少到4.8% 2050年甚至会减少一成 那种这样的情况 是非常之麻烦的 是 而最重要的就是看一下 今年 那个电能车的情况 是怎样的 原来今年所有的汽车业 除了Tesla之外 全部都是负销售 但是在电能车那里 首先就 雪铁龙 法国的雪铁龙 福特 这个大众汽车 这个亨大 BMW Tesla 在2020年的头三季 都有增长 只是电能车有增长 反而如果整体汽车销售没有增长 即是说有钱的地方 西方有钱的地方 那个增长是 十分大的 对于电能车的需求 现在是这样 所以预计到 那些传统内燃机汽车 到了2040年 为什么是2040年呢 因为全世界都有一个计划 是2040年 即是发展国家 发达国家 就是说要补贴 补贴电能车 在奥巴马年代是有的 现在True都年代 原本都有的 我有几个朋友就说 为什么你不买电能车呢 家产 我们有补贴的嘛 他们也买了的 有些买Tesla 有些买30 那个销售量电能车 是会达到一亿价 而这个叫做 内燃机车 是达到 不过是40万架左右 由于这件事是 是挖时代 所以是会影响到 未来 即是他那份报告是这么说 是说会影响到 未来石油的走向 是十分之头痛 其实 大家知道 现在 民主党没有控制参议会 参议院 但其实拜登也是很多东西 清洁能源和绿色汽车 其实也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其实我看了一下 总结一下 有几条 第一条是他可以重新审视 现有经济性要求 其实拜登政府可以利用 现有环保局的资源 恢复奥巴马时代的规定 这些规定其实 不会立即改变 但因为机构需要 都会遵循现有的规定制定 第二件事 就是 扩大和延长电动车税收 其实去年美国联邦支出法案中 也有说 会延长联邦电动车税收抵购 规定了 六十万架 制造商 上限的可以抵购 从七千五百美元降到 七千美元 当时也得到了两党的支持 但是最后 就是被大统领 撕下来 其实拜登竞选活动也说明 他很可能寻求建立 一个政策就是 25万元 美金收入的家庭上限 就可以 申请电动车抵购 如果你 收入一个家庭 低于25万美金的话 你买电动车是会有抵购的 即是有 是有 政府补贴的那些 意思是吗 是 政府补贴 是 25万美金 如果两个人 都是做一些 专业的工作 其实也不是很难的事情 还有就是取消目前 惩罚通用汽车 和特斯 就是Tesla 早期成功使用 插电式汽车的上限 可以 令到长期竞争的环境更加公平 另外一条 就是 可以加速 公用车队汽车向全国电气化 但是 阻力挺大的 我觉得不一定可以通过 而其中一件事就是 电动车技术改进得很重要 我们不要说Tesla Tesla 它那辆三系 好像 都降价到一个合理水平 但是不单止是这样 Volkswagen 在明年就会出架 叫ID-4的车 有个车款叫ID-4 它的起价钱是40万美金 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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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金 它的航行 就是可以 可以开的 它的理数可以到 充爆电 211公里 到300公里 英里 其实它的价钱是 相移的 Tesla它自己出的叫做 Cybertruck 它的价钱都是4万到7万 实际是可以走到500公里 那么远 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么说 每当它那个电池 其实是一个技术 技术多于 这个生产力 就是它的电池改进技术 是比较高了 每当它全球电池的功能量 增加一倍 原来它就说它成本会减到18% 是 所以它电动车以前就比较贵 而随着我们刚才说 今年 电动车的销售是没有减下来 反而增加的话 就是会越来越多 车厂会转 做这个电动车 就是譬如说 来近2021年 Toyota的Sienna 讲到明会出的是 新Sienna会变成Hybrid 就是半电动半燃油车 这个东西已经可以看到 是慢慢慢慢的改变 整个情况 是 其实拜登还有政策救救孩子 怎样 其实有些政策制定者 就是他幕后的团队 就说希望五年内 将五十万部美国的效尾 变成零排放 减少有害的空气污染 保护孩子的健康 就是救救孩子 因为现在 实在排污太大了 刚才我们说过特斯拉 其实拜登还成立了特别工作小组 打算增加对一些小型电动车公司的投资 其实他增加了 增加了投资 就是让他们做一个创新中心 其实就是想着这些小型电动车 价钱就可能便宜一点 而且尋求对发展和全球的供应件更加大 其实他多几个牌子就给全球的商家去选择 其实这个对于有些小牌子来说 好像Lucid Rivian 和Lawston 其实这些牌子我是不懂的 但是我看他的报告是这样说 都是有益的 因为他针对一个小车厂 是有优惠的 是有投资上的 帮保的 是 而且 我们说回电池 以前在2019 2016年那时候 Tesla的电池价每100个公里 需要电池价的成本 根据说 有190元 每100可以行到100个kw 所需要的电量是190元 一个 但是到了2020年 Tesla Volkswagen 这些车厂已经减了100元 估计2023年 开始 就会一路降价 降得少于100元 平均价 到2030年那时候 电池价 可以达到 每一个kw 到61元 平均所有的 跌了 跌了一倍以上 所以是很重要 于是就令到整个 整个产业 改变 我指西方会倾向电动车 而太太 同时间 原来2020年 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在电动车 欧洲 卖电动车 的量 是高过中国 嗯 有件这样的事 嗯 那 譬如说 2020年的第三季 欧洲所卖的电动车 那个 那个量 是 多过中国 一倍 的升幅 其实升幅是多一倍 但是实际数字应该不是 嗯 但是 如果你去 意大利那些地方 其实 几年前已经是 几年前的的士已经 转了用Tesla Uber 那些都是用Tesla 有些人铸Uber 那 他 就是根据我听到回来 就是 可以 就是那部电可以铸大概 40万公里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哇 那么好啊 但是是不是真的呢?不知道 就像的士那樣做 其實我一直都有懷疑 你開到40萬公里其實 就是一般汽油車開40萬公里都難的 那你電動說不需減的話其實就不是了 我覺得那個人是很幸運的 某程度上 因為我聽過一些個案就是 他一輛Tesla就充不了電 那輛車本來應該大概值3萬美元左右 但是他買回來的那個人就用了一萬元左右 因為充不了電 因為充不了電 那要換那個電池就要花兩萬元的 因為他是要整版換的 要兩萬元美金 所以他就一萬元買了車回來 接著他就找到一家東西可以幫他做那些電 那收了幾千元的 現在那個市面上那個維修技術呢 是掌握在一小撮人的手上 還有當然特斯拉他是不會批准你 街外人弄他的車 到現在也是的 因為為什麼說不批准呢 就是你買不到電池的 是 所以其實特斯拉很多人是買那個包裝 就是原來我買特斯拉 好像那些人用蘋果手機 那種心態一樣 那現在呢 為什麼我們也說拜登上來 這個世界最大汽車市場之一呢 美國會影響到他的電車呢 就是 舉個例 這個加州 其實已經是加入了12個國家 就說明是會在二... 他就這樣說 他大概估計自己在2035年呢 就是會零排放 規定了自己州裡面的汽車 就不再用這個石化燃料汽車了 這樣說 2035年是零排放的 跟倫敦差不多 倫敦 就是英國都是這樣 英國德國都好像有這些計劃的 因為其實大家都是有一個目標 就是大概在2050年呢 就做到是 碳中和 碳中和 就是碳中和 就是碳排放 就是零碳排放 那其實美國做不做到呢 有問題的 因為美國現在那個發電 很多都是用煤或者石化 其他石化燃料 用Gas 用油 這樣其實 就難一點的 美國 是 所以 不好意思 所以這個加州 他是自己做的 他不來加拿大 就原本都說2022年 2030年都做到了 2035年應該跟到機 結果 先一個月就鼓鼓滑滑 我們做不到 退到2040年 跟法國底齊 這樣說 某些人 不會很反對這些 其實澳洲人 為什麼會反對這些呢 其實有一部分人 他有信陰謀論 就是說 這些減碳排 其實是那些 已發展國家 欺負一些 還是很年輕的國家的一個招數來的 是的 專門欺負我們的 這樣 但是現實的情況就是 如果地球再因為人為的碳排放 或者溫室氣體排放 再熱下去 人類命運共同死 是 我現在發現了一件事 我們做那一節節目 就是說 中國可以佔領度得高地 這個減排 結果太平洋賭國的領導人 就發了一封公開信用給澳洲 當然我們不會說 真必先踢一腳 太平洋賭國的領導師 做了事情 我們不會的 但是一定會這樣做的 為什麼呢 因為澳洲是不顧太平洋賭國的死活 是的 很多賭國都真的沒有了 當然 澳洲就說 這些是氣候難民 我們會接收的 但是你看澳洲實際上 會不會接收其他 因為其他原因走出來的難民 其實是沒有的 還有再說一個 其實為什麼 摩總都是怕拜陣 或者拜登上台 因為其實拜登當選總統的時候 都曾經提出一項兩億美元的 氣候議程 其實人家就說 是不是等於在掛澳洲的臉 氣候議題 澳洲覺得沒有氣候議題 是的 澳洲和川普 澳洲其實就是 他就是把川普說的東西 用到盡的 近這四年都是 川普說什麼 他跟著 跟著 還做特比你的 是的 現在其實他們有 某部分 我覺得 右翼的人 看不到世界形勢已經在變化 是的 其實大家都在說一件事 現在人類命運共同體 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我們一早都說 整天都說人類命運共同體 說多些就可以了 這個 現在說什麼 軟實力不夠不講 要講一下要強硬些 那些 其實沒有用的 說到底就是這個人類命運共同體 才可以 促成這個全世界人民大團結 是的 還有這個拜振華有項 有項政策 拜登也值得 看一看 就是 他說 就是 當然帶起這個基建 基建其實就是 要建 由東岸到西岸 起碼有50萬個 公共充電站 其實就是想 somehow來講就是 鼓勵電動車 剛才我們說的 還有會裝很多風力發電風車 現在 美國會 都要裝的 因為其實中國 就裝得非常之多 近這十年 就是 那個量是很可怕 是的 當然有一項 就是 他都說會重啟這個 現金換廢車 就是 想實現這個 清潔車輛的現代化 但是這項 我覺得 阻力都挺大的 因為 尤其是 共和黨 其實大家知道 共和黨 跟 油箱 關係都十分好的 所以 不是那麼容易 是 但是其實 這一次十九 疫情是 令到 油箱 是重創 重創到什麼 一地步呢 今年 第三 就是 2020年 到現在為止 已經有 1700億 是 要 wight off 1700億 要wight off 就是撇帳 因為已經事得很厲害 令到它 很多中小型油箱 是要倒閉破產 其實 即使是 上回去 說 油價會上回去 是因為 供不應求 因為你的生產力 是完全被消滅 但是 如果看回美國本土的油箱 他們都不 煉油廠都關閉 的時候 其實 即是 他們美國本土都不會再關注 煉油這個行業 是在美國慢慢慢慢會下來 但是當然 相對 它是將它轉移了去 中國 轉移了去印度 他們是會專注於這個 綠色能源產業 可能 將來想做一個bubble 就是 在綠色能源產業做起 很明顯 好 這段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回來我們再講其他議題 就是這樣 拜拜